这个这个这个plus里面的话把它塞100 else的话呢反之就是什么呢 如果是20%的话那就是下载进度10 然后呢这地方把它set一下 所以这一题应该最麻烦的应该是message 有没有这边建一个message的物件对不对 然后呢用obj把这个值丢过来 然后再send过去他就接收到对不对 接收到之后的话用handle message 接收到他 有没有他丢过来对不对这个丢过来 然后用这个地方再把它怎么样 to stream再把它解出来 就是x 所以基本上如果可以直接丢过来最好 但是没办法handle就是要这样设计 就很麻烦那没办法 不过如果太简单的话没什么价值 不然一下子丢过来那程式就写完了就太简 不过也许之后的物件他会越来越简单 不太可选 不太可能那个 哪一个啊 哪一个 当他还没有更简便之前 那你就是要怎么样 你就是要 適应他嘛 那我只是跟你们讲说 这样传递你至少看得懂 以后也可以改变就OK了 然后改完之后的话他如果100%就结束了 OK那这地方的话 基本上run出来 就是要像这样 所以你如果改出来这个基本上也不会太困难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这个 部分然后run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 就写了好几个 开始下载 然后开始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五秒 有没有 就是跑这个 对